大家好我是文睿一段时间以来包括我在内很多人都在讲中国经济出现了很大的问题 中国经济出现了大的垮塌 当然谈到这些很多人还是不相信 然后其实我们看到的也很多都是在中国国内出来的一些消息 这些消息我们有没有办法去证实 那么今天不是今天就这两天我看到了韩国的朝鲜日报的一些报道 连续很多类似的报道 从这些报道当中你就可以看到整个中国经济确实是不行了 中国经济确实出现了非常大的问题 然后我主要挑了三篇报道 咱们一起来看一看 然后我再给大家做一些分析和解读 第一个文章就是朝鲜日报中文网是这么报道的说 题目是人川机场乘中国物流枢纽 韩国乘中国紧缩出口的中间基地 这里面有个概念中国紧缩出口 一会儿我再给大家解释 然后他这里面的副标题说 经人川机场发往美欧的中国货物量一年内增加了43% 增加幅度是非常大的 那为什么呢 到底这个和中国经济有什么关系呢 然后他这个朝鲜日报是这么分析的 他说这个最近因中国内需消费疲软正在开展低价向海外倾销商品的通货紧缩出口战略 这些赋予的这个货物经人川机场被运往美国欧洲等这个外国 人川机场也因此成为中国物流的主要据点 是这样的情况 就是人川机场突然涌现了大量从中国运来的这个货物 然后呢要销往全世界 那他这里面的主要原因就是什么呢 价格非常非常低 一会儿再给大家讲这个价格低的这个事 就开始出现大量的这个轻销 然后呢量有多少呢 他这边给出了数据啊 就是说27日据仁川国际机场公社称 2023年经海陆进入韩国 然后再经过仁川机场 转运第三国的这个海上航空综合运输货物 数量共计达98,560吨 一年增加了43.1% 这个规模是非常大的 然后这些货物的货地呢 就是99.6% 是中国 主要是从中国威海 威海它是一个集中地 然后威海附近呢 就仁川港 仁川机场这边的这个 就是说运输能力很强 就往这边大量的这个就是廉价的货物啊 就往这边走 然后呢 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啊 然后他这个货物大量的这个 来了以后就是便宜嘛 就是非常非常便宜 那便宜到什么程度呢 然后就是整体这个事情 有时候我会给大家做一个详细的解读啊 大家现在听的可能是云里雾里的 但是一会儿 我也给大家整理一下这个思路 它跟中国经济有什么这个关系 然后呢 就说这个 他运来的这个货物 中国出来的这些货物 便宜到什么程度呢 就是他这里面有 《朝鲜日报》第二个报道 第二篇文章 这么说的 说第一轮防御也没有 铺天盖地的这个中国低价值购 然后说这个韩国的中小企业表示 工厂都要关门了 就是铺天盖地的中国这些低价的产品就过来了 然后说这个阿里包括这个TEMU 还有这个SHEN 就这样的这个企业 他们的低价产品空袭 让韩国制造业80%销售和受到这个影响 然后呢 就是采取限制前工厂会倒闭 也就是说韩国政府啊 采取限制前这工厂可能就要倒闭了 就是非常非常的悲观 就是这些物资啊 中国国内的这些廉价的东西来的太快 来的太猛 很多韩国企业真的是要这个受不了了 这个呢 我多少做一点解释啊 就是说这两天就是我看到以后 我真的感触很深 看到他打那个广告 在韩国的手机里面 就通过各种摄像媒体打出那个广告 我记得好像说阿里啊 还是这个TMU打出广告 一件衣服啊 不管怎么样 那个照片看着衣服还挺不错 瞅着还可以 一件是棉衣啊 不是单衣服 现在冬还是冬天还没过嘛 然后我就看到那个价格 我一开始瞅 我以为是两万多 两万多 这韩币啊 都已经 那就已经很便宜了 那个衣服 但是我仔细瞅了一下 发现多少呢 两千多 就两千多韩币 就卖那么一件衣服 对不对 现在小孩的衣服也没有那么便宜 当然小孩的衣服也有贵的 反正他意思 给人感觉就是那个出奇的便宜 就是一半和韩国的物价 下面一半都不到的那种水平 你知道吧 所以说这个他就是完全就是清宵 大规模的这个这个清宵 而且还有很多家电也进来啊 就是这两天啊 就是我几天前吧 出去看到有一家 有一户买了一个电视 在外面那个运过来 我一看什么 那是海信的电视 就是我在这个小区生活这么多年啊 从来没有见到过 就是说有人买这个就中国的品牌 但是当然可能有人买 我没见着 但是让我见到的这台头一次海信的这个电视 那么它里面的原因呢 肯定是因为这个价格这个便宜的这个关系 然后呢 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然后呢 就还有一个第三篇文章 他的题目就是 阿里 这个就阿里 阿里巴巴 1.5万亿公式啊 这个coupon 3万亿对抗啊 韩半岛成为韩中物流恐龙的战场 这样的一个情况 就是阿里他 就是现在没有很多这个产品要倾销过来嘛 那么阿里他要在这个就是中韩国市场投资 大量投资 然后构筑他这个物流啊 网络 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那么我说了这半天啊 然后咱们整体整理一下这个思路啊 这整体的情况是这个样子 就整个中国经济不断的下滑啊 他比如说有这个这个100份的这个产能啊 那么100份的产能 比如说呃 70%啊 70份的产能是供应国外 那么30份的产能是供应国内啊 以前还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那么现在呢 就是国外呢 很多都不要中国的产品了 就不给中国订单了 那他这个整体这个国外的70份产能 可能呃 其中只有这个是20份 还可以这个接着出口 那么中国供应国内的这个 这个30份的产能呢 可能只有10份 还因为中国也在经济下滑嘛 很多人也消负不了 只有10份还可以消费 那么也就是说 整个100份的产能 国际国内加在一起 只有30份产能可以被消耗掉 那另外70份怎么办呢 对吧 他这里面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往国外卖吧 很多都是一些中间商 把这个产品进口到国外 然后在国外呢 在在卖 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那么并不代表 就是说这些人不买 并不代表国外的消费者 就是说不需要 那么这里面他需要的话呢 可能是有一些人 真的是需要很廉价的产品 那这个时候他就进行这个 就是说网络直销 而且呢就是价钱的便宜的话 他也可以就是说 避税等等吧 他就通过这种方式 大量的海量的 把整个这个中国国内销售 不出去的产品 或者是国外停止进口的 这些订单的这些产品 要通过这种方式清销出去 那么价格是非常非常便宜的 就是你整体感觉吧 就是中国吧 就是这些企业 要扰乱整个国际的这个市场 就这种感觉 我现在在韩国感觉是 这个非常非常明确的 但是呢 没办法 有些人他确实是需要 没有钱吧 他是确实需要这个便宜的东西 但是呢 中国的这个方式吧 我觉得也持久不了 为什么持久不了呢 就是 第一 中国的这个产品质量很差 就是你不要看那便宜 对不对 可能人大家都觉得 便宜先买着用吧 对不对 时间久了就知道 可能不用太长时间 就觉得啊 这个东西确实是不行 很差 大家就这个不买了 慢慢就不行了 再有就是说 其他国家政府 他也不可能说坐视不理 对吧 看着这个中国这样 大肆的就是把这个中国 国内内卷的那个方式 也要卷到这个国外来 现在就是这样的情况 我觉得这个情况 不仅仅是韩国 可能其他国家 也面临同样的这种威胁 那么其他的国家 肯定会制定这个相关的政策 把这个渠道呢 整理全部都堵住 要不的话 其他国家的这些企业 没有办法生存呢 是不是 这不是说中国 他都有 有什么核心技术啊 就是你多么厉害 不是这样的 他就是靠压榨 中国国内的老百姓 不断的降低这个成本 然后制造出那些 就是说 只当不太好的东西 然后到国外搞倾销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恶劣的 这样的一个状况 你知道吗 国外政府也不能让他去做 但是呢 整体上我们就可以看到 中国国内的整体经济形势 就是这样 你这些产能的根本就消化不了了 消化不掉了 怎么办 对不对 最后一个方式 就是大量铺天盖地的 往国外走 但这个路呢 很快也会被堵死 那在国内内循环的状况之下 一点招都没有 哎呀 反正是今天吧 就简单说这么多 然后咱们这个下次节目再见 谢谢大家